《 》 這個 現在我們進度四年以下 為什麼要進呢? 剛才上午我還有個老朋友出個題目 考我一下 喘 你趕快報告出來 喘 是泛妄的翻譯 泛妄原來叫慘弱 慘弱 慘弱的意思是寂靜 痕跡 記面的記 那麼中國怎麼樣 復發進入中國怎麼變成殘定呢? 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思想到了中國以後 與中國本土固有文化如家道家思想混合了 那麼孔子的對義的弟子、對法的弟子 叫鄭子、鄭孫 鄭孫就來一本書叫《大學》 《大學》大任之手 到了十八歲 中國在古代的傳統文化 從九朝開始 六歲 如小說 只要開始認識 說舊人 說照地呀、洗碗啦 這個什麼腦洞的動作學會 除了說傻笑應對 清潔衛生做人做事 認識之 這六歲 十八歲如大學 講大了 說舊人 所以大學之道 在命、命等 在生命、在自自善 這三句話 我見識不見識啊 那很多了 什麼叫佛 你們都說過佛的 佛的意思是自覺 覺他 覺醒圓滿 對不對? 考試我的考段 打得對了嗎? 你們也不點頭 也不搖頭 奇怪了 都入定了 打對了嗎? 大學也一樣 大學之道 在命、命等自覺 在生命、覺他 在自於自善、覺醒圓滿 那怎麼做得到呢? 自自了後有定 定了後能靜 靜了後能安 安兒後能律 律兒後能得 所以要自定、靜、安、律的一套功夫下來 對 東 將修養、復習是一樣的 所以後來中國的翻譯把禅 東大學定字列在一起 就成為禅燈 禅燈 禅燈 禅燈的功夫 正要進的功夫 剛才講過 你說 比丘在 賈斯秀拉在 為什麼出來花園呢? 走路都很端正 那麼為年呢? 不是的 他正在定中 走路 做人 就是自然黏說起來 不是故意的 故意勉強做不到 他省之中 我都在定中 這個叫定 那麼 這樣的定 所以後起來叫禅燈 禅燈的兩個字翻過來到了唐朝 我們那個老所長 選張法師 到印度留學二十年回來 他重生白語經典 不滿意 禅燈 所以他老兄翻的經典呢 叫做禅燈 禅燈就叫做禅燈 他乾脆把印譯明白地翻出來 實際上孩子用了大學裡頭的 古代的翻譯 用了知識了後有定 定了後能這個定 選張法師不滿於古代的翻譯 新的翻譯而定律 知識了後能定 定了後能靜 靜了後能安 安然而能律 律了後能代 他不是一樣 換湯都換藥 好 這個叫禅燈我們 再走展示啊